如果啊 再次採用 高低速中心 高低速中心 哈咯 大家好 我是潘絹 素素 今天看我一顏一身黑 搭配在臉一身黑的車子 就知道今天是一個很低調的一集 沒錯啦 今天這集非常高調 好嗎 這是本頻道 第一次介紹到滑胎車 來自歐洲的 阿什克巴納 到底是誰 會騎這樣厲害的車 而且聽說呢 是個女神 馬上歡迎這位長腿妹妹 嗨 小貓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是福吧 因為我有追蹤你的IG 然後都看你穿了一些很辣的衣服 然後再騎這台車 很少女生會選滑胎車 連我都覺得 稍微有點懸空喔 其實我也踩不到啦 對 怎麼會選一台就是這麼 門檻很高的車耶 一起想去換吧 從以前騎跑車 然後到後面會想要 越玩越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是跑車人嗎 對 我以前是跑車人 以前騎600達巴 那你覺得你從跑車 然後突然間跨過來 玩到滑胎車是什麼契機啊 有人推坑你嗎 有 身旁很多跑車車主換滑胎車 然後看他們騎 騎得很輕鬆 我就覺得不是很爽 然後就是這個 愛上了這感覺 對 那到底滑胎車跟跑車 轉換上面有沒有什麼樣 銜接上的困難 沒有耶 我覺得沒有 完全沒有 反而是我覺得 滑胎車要轉跑車 心裡會有個坎 因為跑車的 它也比較重 它在騎乘的過程 過彎等等的感受 跟它比起來差太多了 它比較輕鬆 那跑車基本上 我覺得容碩率稍微低一點 就是你要修正路線等等 很容易跑跑跑 跑出去了 就真的轉頭一看 就離隊出去了 跟他轉 可是滑胎車你拋了 你就是身體放柔軟 然後放鬆 繼續把肌肉找回來 很快就可以找回來了 簡單來講是說 可能滑胎車比較Q彈 對 彈性比較好 你比較吸來 凹去比較容易 對 因為你跑車你可能傾腳就降他 而且你跑車是趴著在一起啊 對 滑胎車你也是坐著在一起 所以你基本上住的時候 綠洞比較 對 你駕一點身體的那個 Moodie 那個故事 綠洞感對 比較寬裕 那你來幫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台車 可以先介紹一下我平常是怎麼發車 剛剛有提到它的高度很不親密 對 等紅綠燈的時候是要整個人這樣子 紅綠燈的話其實 很有可能會有倒車 所以我都是盡可能讓一隻腳可以平踩 你要平踩的時候 你就要讓你的腳可以側一邊 然後我會靠著它 然後直接靠上去 這樣 所以其實是OK的啦 OK的 可是主要是女生很多很擔心的是 怕車倒 她們不敢用身體去靠 我覺得這還是重點 就是你要讓車 靠在你的身上 那你這樣子騎這個車 有需要特別去上什麼 滑胎車的訓練課程這種嗎 喔 不用 除非未來想要行競技 特技 或者是想要學習滑胎 或下賽道的 我就建議就是要去上課 就跟騎跑車一樣啦 你想要入手一台滑胎車 可能是你有禁忌夢是不是 有 是不是你想要來個跳狗練啊 有有有 身旁有人在玩孤輪啊 或者是定感 然後加上我很 夢寐以求像 國外的那些風氣 就是可以在一個安全的道路上 做玩樂 然後很快樂 因為我覺得 騎車就是要快樂 滑胎跟跑車在騎乘的技巧上面 應該還是有差異對不對 稍微有差 因為它的懸吊 懸吊長很多欸 完全不同 我覺得很難解釋欸 被掛上車是稍微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很好奇 因為你看一下 現在這邊也有油箱的 油箱在這 因為它在馬騎跑車 會很喜歡腳這邊夾很緊 這樣油箱 這邊也可以夾啊 這邊也很舒服 然後它直接設計成這樣子的曲線 跑車是有點趴著 但是我們做的是就直接像坐椅子一樣 嗯 對你來講 很舒服 你現在覺得 到這個滑胎之後 就回不去跑車了 回不去 我不會再想去跑車 別想 好啦 那既然這個 Hascavana海絲瓜 在我們頻道是第一次露出嘛 那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它其實是來自瑞典的一個品牌 所以說它是歐洲協同的車 然後它一開始是在生產兵器 然後到1903年的時候 它才開始開發他們家自己的摩托車 以它的滑胎越野為名世界 我們就稍微帶觀眾認識一下這車 大家重手接著 它就是它是單缸 然後鱸廚 它單缸GCC 600多 將近700 所以它叫701 對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也看到它的車頭 外觀上也是非常的不同 你那本雷版 然後你的大燈是不是有改過啊 有啊 大燈它是你近看它 像什麼 它很像是那個去庫房裡面 然後看很多很多不同的燈 所以它原廠是沒有LED的嗎 沒有沒有 我們把它改成LED更亮 對 護膏是這種全部都是封閉式的護膏 要整個封起來 對 它是保護我們的手收 如果你有時候做一些特技動作的時候 不會去卡住嘛 對 所以要整個把你的手關起來 對 然後呢 因為行程懸吊很常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輪胎 跟它的這個前途不是中間 比較有延伸 對 然後中間這邊是可以塞一顆頭的 示範一下 欸 塞進去了 欸 嗨 在這裡啊 真的塞得進去耶 空間很大 空間很大 好不好 這邊是一個十幾坪的套房 再往下走看到它的輪框 那它是做鋼絲框的 原廠出場就是鋼絲框 比起跑車等等的啊 一般那種斷照框 對對對 都沒有彈性 嗯 那這比較有彈性 可以做到減震的效果 所以因為有時候你要應付一些 比較奇怪的地形嘛 嗯 沒錯 OK 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它是 真的卡夢 真的卡夢 小貓非常愛真卡夢 還有的是 啊我推薦大家 所以這樣做防導球啦 因為女孩子嘛 我們在騎車很容易有時候會有圓倒 我承認我曾經有倒過車 倒完之後我清起來發現 車這樣一點傷都沒有欸 對 但是防導球有點可以兇 對 稍微有點擦傷 對 反而是它受傷 可是車沒有受傷 人也沒有問題 但是價錢就是差很多了 對 沒錯 沒錯 好 欸 它的這個懸吊 上面還有給我給它蓋子 對啊 因為會怕 比如說今天騎到一些道路 會傷害到它裡面的避震器 對 因為它的避震器 露出來的地方是蠻多欸 沒錯 它腿比較長 對 跟你一樣腿比較長 長腿 哎呦 哎呦 你跟這個避震器比一下長度 欸 它贏我欸 所以大概有100公分 應該超過了啦 110幾啦 這避震的長度 那再來往後面 往後面看 稍微看一下它的儀表板 因為它儀表很小欸 它應該跟我的Apple Watch 就差不多而已 它很小 重點是它的功能 它顯示的東西 也沒有Apple Watch多 一般會有轉速嘛 轉速其實我們大單缸 它聲音其實蠻大聲 我們是靠體感去 這道自己叫機轉 對 車感雷達 喔 OK 很厲害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TC 體驗原產的 體驗防滑 它有1跟2是不是 對 它有一個1跟2 大小 可以做調整 謝謝你 然後這應該也是可以關掉 如果你不要的話對不對 對 喔對 我還有裝 小尾神的行車記錄器 前後都有 拍到我們嗎 非常可愛 有 一定會得到 它假如發車都會得到 我可以傳給你 我可以傳給你畫面 這是Keylis喔 對啊 你這個本身 你的鑰匙呢 喔 被發射了 這邊啊 這邊有鑰匙孔啊 你是改的吧 對 改的 它是感應的 它就是 接近它 它就會發車 沒有 那個 那太發達了 沒有 它這個還是要按一下 還是按一下 然後一樣 電門 就是你改的嗎 本來就是有鑰匙孔 不是原廠的 是原車主就有設計 就這樣改好了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鑰匙孔的蓋 然後到下面吧 排氣管護蓋 下面這個鑰匙 全部都是同一個品牌 TECMO的 這是TAMON 是正TAMON喔 真的喔 真的喔 然後到搖臂 也都是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點 對 我們滑台車都會改匙幣 這台車是直接改成45匙幣 基本上原廠出來 我記得是42、43 那為什麼它那樣的設計 是否什麼 其實我也很納悶這個問題 我問過車行老闆 但是當時專業人士是回答我 就是這個匙幣是最好的 最適合在公路上促成的 那你的這個排氣管 是改過的嗎 改過的 對 也是 同一個品牌 它很酷的 它的排氣管是 把它放在這個車殼裡面 對啊 然後油箱蓋起來 油箱蓋起來的這裡 油箱蓋也有 這很方便欸 我直接轉開就可以加油了 油箱會不會被 不算鑰匙 不會吧 不會過欸 有道理欸 他們偷有 他是會偷夾東西在你裡面 倒綠茶進去啊或什麼 透盒 對 透盒壁是不是 透盒壁 大家知道我聽哪而已 我聽你XXX這邊 沒有人在開玩笑的 欸 真的欸 你沒有講我還不知道欸 會有這個問題 對 可是這個方便很多啦 而且我們要相信既製 大家人品是好的 沒錯 我相信台灣人 人品好 好不好 好 我們來到了車身的右側 然後可以明顯地看到 這邊也是有做一些改裝的部分 素的 那這個就是SN的 濾油散熱器 嗯 蓋子嘛 對 然後跟這個Tegmo的 一樣是卡夢的蓋子 對 沒錯 偏殼上面的部分 然後這邊搖臂也是 一直到我們後面 EOSM的防導球 然後在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池盤有做就是改裝嘛 對 那我們的鏈條也是 我們使用的是RKV OK 鏈條也有做改 你買多少錢 車主非常的佛心 所以價格的部分 三四十萬要吧 怎麼可能那麼便宜啊 還是看到價格欸 你七十萬嗎 還是看到價格大概都是七十以上 沒有以下 新車七十萬 所以二手椅還要六七十 它很飽食 六十算便宜欸 而且這些東西 裡裡扣改那麼多 正常都是賣到 可能甚至將近原廠的價格 車主非常的佛心 謝謝 謝謝我們新車主 很厲害 25歲就自己買 一次父親喔 最好是一次父親 現在大學生買車 都是一次父親的 你知道嗎 大概三天吃一餐 50塊便當 加油加50塊 可能要吃20年 它很特別 它有什麼那個 坐墊什麼前座跟後座 是那種 像一個躺椅一樣 一體成型耶 沒有分前座後座的感覺 基本上就是跟它的騎乘姿勢 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在我騎乘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坐滿前面的 那後面這一塊 這一塊應該是 以前他們在設計 滑胎車 做一些競技 或者是 動作的時候 對 等等的時候 設計的 對 這樣子他們的空間也會比較大 這空間是可以跳舞的欸 不是你要跳一段嗎 你要跳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它如果 不載人單人座的話 你可以去到這邊欸 對啊 你可以去到這邊 富貴腳跟一個 鵝卵筆燈塔 那種的感覺 那等一下我們就戴著安全帽 起一圈看看怎麼樣 好欸 感受一下 你這樣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這個滑胎車的感覺 上安全帽 Let's go 欸我第一次被女生騎擋車載欸 欸我第一次被女生騎擋車載欸 比較穩欸 我第一次騎越野車的時候 它很彈 我整個人在上面 有種玩雲霄飛出的感覺 但是它還好 對啊 因為它是滑胎的設定 可是有一些落差的 很久沒有坐到單缸的車了 還是可以感覺到 那種很正的那種感覺 剛剛它在後面就說 正正麻麻的 但是我發現你 回轉的半徑蠻小的欸 對 它其實可以不需要那麼的大 一定要切 因為它不像跑車 跑車可能就不只能這樣 對 這邊的話我是可以直接打的 車也可以直接往下壓 對 很輕巧然後感覺起來是好操架 在你的手中 下個月後成交 後成交 下個月豬豬豬 買海獅瓜 趕快大家留言留言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小貓 我的網友 所以我覺得認識女朋友呢 對我來講我覺得有點開心 因為就算沒有時間約出去騎車 但至少大家有什麼樣的觀念 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可能我們女生騎車 會遇到的困難跟困境 男生可能不懂 對啊 我覺得完全不懂 還有就是我也很呼籲大家 女朋友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去上一些 安甲課 對 然後把我們的技巧 給更加的純手搞定 我們在安全性上面也就不會有疑慮 今天謝謝小貓 謝謝豬豬 一起來我們這邊玩 按讚 訂閱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呵呵 掰掰